昨天有点不舒服 也没有太在意 到了今天早上感觉凶闷 就去了离家不远的医院 马上被送进了急诊 一通操作 上了监护椅核心电图 这个传感器本来是应该夹在耳朵上的 因为感觉不太舒服 我就把它取下来放在手指上 背了个Hot 不方便动 感觉有点无聊 护士送来了早点 吃了两口就没胃口吃了 做了心电图 没什么问题 观察时比较注重隐私 被人都是单独隔开的 有事可以呼叫护士 看接护仪的显示 心率血压 血压饱和度 一切都正常 要被推出去 要做胸透 在这里看病 病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医院复诊处理一切事物 包括所有的检查 转运 吃饭 如果有语言障碍 还有各个语种的翻译 对公民和永久居民 甚至两年以上工作签证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来这里做胸透 请点监护 拍了正位和车位各一张 有点无聊 转运到另外一个病房 转运到另外一个病房 在这个病房 等待血检 药检 还有所有影像学的诊断报告 看护士工作站打发时间 身上还是连着各种生命体症的监护仪器 还挂了一瓶盐水 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感觉这里急诊室的范围和国内完全不同 一切看起来都是慢悠悠的 但其实效率还算可以 一切都按照标准的流程在走 这个是病人临时防个人物品的带子 医生和护士也会不时进来问问情况 看看有没有异常 这是医院一日旅游 感受了这里医院的人文关怀 医生和护士都会详细的跟你解释治疗方案 很耐心也很细致 病人也不需要家属 病人也不需要家属 不需要护工 来看你的亲友 只需要陪你聊聊天 病人的事物 都由医护人员来处理 病人不会给家人朋友增添负担 另外治理医院也比较注重隐私 病床之间隔开很远 并且都用厚重的医用级的布连隔开 医护人员如果要和病人谈话 或者进行治疗 都会把布连拉得严严实实 这个应该是保安 跟护士讲想早点出院 最后检查的结果都还不错 拿到了出院小节 准备出院 全程没有人收费 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出院了 因为离家不算太远 也不想麻烦朋友 就慢慢走着回去 看到门阵大楼 有人在侵蚀外墙 离家不在免费 人赶紧 不知道 官方 就来看医院,看一会公交站